各位看官 大家心心念的女海盗求妖儿本集隆重登场 不知道作者笔下的她是否是你们心中的样貌呢 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吧 言归正传 此时浪爷看着住蓝亭的尸体也是直咧嘴 毕竟死状相当恐怖 整个人几乎扭曲到了一起 随后浪爷开始亲自上手布置现场 李千秋不解 要知道只要自己出手了 就算沈浪将涉案现场布成双方互殴的模样也瞒不过任何人的 沈浪内心感叹剑王还真是一根筋啊 随后解释道 像这种无头案大家都知道是谁做的但总要给人一个交代 有一个假答案总比没答案好 要不然岂不是让某些人难做 李千秋听后不再多言只留下一句 我到车上等你便转身离开 要知道他本以为这玄武伯爵府要覆灭了 看来有这个沈浪在一切都还有转机啊 一个时辰后二人继续驾车北上 而浪爷又开启了嘴炮弓开始问东问西了 突然沈浪问道 前辈您见过求妖儿吗 听闻他容貌惊人呀 李千秋犹豫片刻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沈浪赶忙继续问道 听说他喜欢女人是真的吗 剑王实在不擅长在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 也只得应付的说自己真的不清楚 听到李千秋的回答沈浪内心十分失落 还以为能从剑王嘴里打探出点关于求妖儿的消息呢 但随后浪爷又开始在剑王身后巴搭别的八卦 最后无奈剑王单纯一边冥想一边赶车不再理会沈浪了 见李千秋不理会自己了 他也只好识趣地坐到了车后 哎 难怪他会找唐岩做弟子 感情是因为他不喜欢说话呀 与此同时玄武伯爵府内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武安伯爵府顶女薛黎 也是金木聪名义上的未婚妻 此次薛黎前来玄武伯多少也能猜出武安伯爵府的意图 但金氏一家的代客之礼依旧没有缺失 反而是薛黎一副趾高气昂的架势让人甚是反感 只见他进门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讲直接直奔主题 玄武伯我此番前来就是来退婚的 此话一出玄武伯一家面色猛的一边 你薛家什么意思 如此直接了当连借口都不找就直接退婚 把我们金家当什么了 薛黎见状也就随意行了一礼说道 我父母早已想退婚无奈找不到理由 而我也到了试婚年龄 所以就自作主张直接来退婚了 为了两家颜面不要太过难看 还请玄武伯亲自到我家解除婚约 玄武伯此时浑身颤抖面色铁青 你薛黎把退婚一事独揽到自己身上 让我安伯爵府撇得干干净净净还真是好手段 但如此践踏我今是尊严你们居心何在 而金木聪也是满脸通红双目充血 退婚 这是他从未受到过的耻辱啊 薛黎看着金木聪眼神中透出了不屑于鄙夷 自己可是众妃的义女 而且一中人还是正熙侯爵之子当今武状元 随便一根头发都比你金木聪这肥猪高贵 一只肥猪还妄想娶自己也太不自量力了 话说崇氏家族正熙侯爵府 那可是越国排名第二的老牌贵族 也是军方第二巨头是真正的大军阀 要知道越国对楚国的正熙边军 几乎都来自正熙大都督府 而这大都督府也等同于正熙侯爵府了 而崇氏又是三王子母亲 有了崇氏家族的支撑 三王子才有底气和太子分庭抗离 这时金木聪忍着快要爆发的怒火 站在了薛黎面前咬牙切齿地说道 薛黎你给我记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姐夫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薛家的 下一秒肥宅眼泪飙了出来 竟直接转身跑了出去 木狼无语 你这个损货边放狠话边哭 放完就跑还不如不放啊 而薛黎也压根不屑金木聪的话 直接对玄武博行李说了句 话已带到小女就此告辞了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玄武博爵府 木兰看着薛黎离去也并未说什么 她知道沈浪最疼这个小舅子了 家里人欺负金木聪可以但别人欺负就不行 看来这薛家要倒霉了 另一边的怒潮城码头上 徐千千等待了数日 终于等到了囚妖而出征归来 此时的码头已被百姓们围堵得水泄不通 无奈徐千千只能硬挤着朝最前方走动 突然有人高喊 快看囚大小姐出来了 而当徐千千抬眼望去 但是眼前的身影就让她惊呆了 只见前方甲板上站着一个英姿飒爽高大威武的女人 在她的脚边堆放着无数包带血的麻袋 那就是她的战利品 而这个女人就是众人口中的女海盗人称血罗刹的囚妖儿 你问为什么用高大威武这个词 因为囚妖儿身高一米九 留着一头红色短发 而身材也是充满了绝对的健美感 身后的龟头双刀更是让她力量感爆棚 徐千千看呆了 这个女人太帅了 帅到她这一个侄女都心动了 当囚妖儿走过人群时 隔着这么多人 她都能感受到囚妖儿那强大的气场 此时徐千千为难了 因为眼前的囚妖儿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她该如何潜伏到囚妖儿身边 并成为她不可或缺的人呢 这时囚妖儿的贴身侍女向她递来一封密信 打开后只见上面写着一句话 怒江太守张冲之女 两刻钟后画面来到囚妖儿的会客处 此时刚看到囚妖儿的张春华 也被眼前之人所震慑住了 天下竟还有这般美丽霸气的女子 曾经的她对自己可是相当自信的 可当见到囚妖儿竟本能地觉得自己有点自卑了 不过自己这次来又不是比美的囚妖儿这般野心勃勃 那就要好好利用这点才是 随后张春华自信地说道 囚大小姐我有办法帮你击败囚骁 让你在半年内成为怒朝城少主 并在两年内住你登上怒朝城宝座 并做到三年统一东部海域五年 以女子之身封侯 张春华知道 作为谋士最重要的就是开门见山 先把对方震住 说中对方内心最想要的 而后就好继续往下谈了 然而囚妖儿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丢出五个字 没兴趣 送客 而后张春华便一脸迷茫地被侍卫嫁了出去 半个时辰后侍女再次通报 染料世家徐家之女徐千千求见 只见着徐千千见到囚妖儿后 便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娇柔姿态 眼含泪花束说着自己的苦难 随后又娇媚地朝囚妖儿爬去 说自己见到将军的第一眼便被吸引 自此愿涌流将军身旁为将军铺床暖背 然而囚妖儿却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女人